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历史也很复杂 但因为没有刻意留下证据 就显得像直线一样的简单 她一生结了两次婚 可能都不是自主的 第一次也许是父母定下来的 生了几个孩子 丈夫死了 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上海不好讨生活 就在别人的劝说与安排下 与另一个中年事偶的男人又结婚了 婚前婚后都没有激烈的感情 那不是耿古以来一般的婚姻吗 人不可能没有感情的 但不断挤压或闲置不用 在澎湃的感情也会变成一条废弃的神经 最后失去了作用 也跟没有 没什么两样了 与母亲再婚的中年事偶的男人 就是我的父亲 他在我记忆中更是一片 而空白一片 假如死去的人也有记忆的话 他对我与妹妹也不会有什么印象的 他的一生面对中国最大的变局 如果他在意 周围的事就让他默不暇紧 他怎么会记得 在他晚年生下的几个孩子呢 假如他不在意 整天魂恶度日 那就更不用说了 母亲死后火葬 果灰埋在宜兰乡下的坟场里 那个坟场虽是功利 但管理不善 各家照自己的风水做坟 弄得整体像乱葬缸一样 八年前有一天 三姐说她晚上做梦 梦见母亲说 她住的房子淹水 我们去查看 发现周围不断新建的坟墓 已把母亲的埋骨之锁弄成洼地了 我建议把骨灰带到台北 这可以让我们寄扫方便 但三姐说 母亲似乎告诉她 不愿意迁徙太远 我们就下决心 再在附近找块地做一个新坟 我们把旧坟里的墓盒请出 还好墓盒并不潮湿 里面包裹骨灰的红布也完整 我们打开红布 把骨灰轻轻地倒入新制的陶瓮中 最后一把做坟请来的风水师 要我这当儿子的用双手捧入 当时母亲已经死了四十余年 它灰白的骨粉在阳光下闪着沙子般的光辉 我记得四十多年前 母亲的骨灰装入盒中 最后一捧也是由我捧的 那时我只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母亲轻轻地骨灰从我止息慢慢地流进心瓮中 我回忆这四十多年的光阴 就像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完全地流走了 这也几乎是我的一生呢 有一年过年 老师把于幼老给他的一副草书中堂表备好了 挂在他客厅兼书房的一面墙上 七首是和年顾虎头的一首渡诗 真是莫老彼寒 铁画银沟 没笔没画 像是能在纸上游动的样子 旁边同样是他的行书《大字对联》上面写着 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碧力千韧 无欲则刚 我很难形容 我初见这三个条幅时的感觉 我被点画之间的力量振折住了 连呼吸都不敢出声 春节前后阴霾的天气 老师客厅旁的窗玻璃被风吹得嘖嘖作响 窗外竹影摇曳 室内很暗 但有种光线从冥冥中透过来 那光线像基督所说的神的光 避得你不太敢仰视 又不得不注视 原来艺术有这么磅礴的力量 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在我一生中能与这么宏大的事物相处 即使只有片刻 也就觉得不需此行了 我后来到台北求学 然后就业 因缘巧合 在其中遇到不少以书法名家的人 也接触过不少古今名人寒墨 而印象最深的 却是早年在乡下与书法有关的记忆 原来我们与艺术的结缘 最初的印象与感动 往往操纵人的一生 最初恋的感情完全一样